南丁格尔被公认是现代护理学的奠基者 他认为护士的工作是最贴近人疾病和痛苦的地方 他相信能够去照顾患病的人 和使他们减轻痛楚 不单只是一份工作 更加是神圣的任务 他实施全人教育 注重尖端的科学教育 统计学以及人格的陶冶 他要求护士要有独立的思考 分析和判断的能力 秉承南丁格尔的精神 香港大学在1995年 开办第一届护理学学士科程 大大提升护理教育的质素 透过悉心的培养和教育 为年轻的一代 延续南丁格尔的精神 将护士的工作提升为更专业 香港大学成立至今有超过100年的历史 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高等教育机构 并且是亚洲区内最顶尖的学府之一 香港大学一直秉持着培养学生知识和收养的宗旨 多年来不断用心培育学生 其中不少已经成为社会上的名人言达 为社会作出无尽的贡献 成立于1995年 香港大学护理学院一直为香港社会培育护理专才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 学院孕育了超过1900名护士 学院课程全面 私之优良 设施先进 自力为学生提供卓越的学习机会 本学院位于博富林沙宣道 轮近马丽医院 校内设有多个实验室 为学生在临床学习和实验上提供完善的配套 随着人口的老化 香港亦都不例外 再加上科技日新月异 这个其实对护理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学院提供不同的课程 来培育 不单只是现在在职的专业护士 还有我们下一代的护士 使得我们的市民 还可以得到多元化和高水准 隔护理服务 香港大学护理学士科程 是一个五年制的荣誉语科程 我们教育学生要对病人作传人护理 全面了解病人新心灵的需要 香港大学护理学院拥有全面的课程 幼良的师资和先进的设施 为学生提供卓越的学习机会 学院提供45个不同范畴的学科 包括6个核心课程 28个本科科目 7个临床实习科目 3个语文科目 和1个护理学选修科目 课程的设计使各学科从多方面互相融合 让学生可以利用课堂上学习的理论知识和技巧 活用在护理临床工作 整个课程的目的不单只让学生获得护理的知识和技巧 透过报读核心课程和参与海外交流 大大增强学生的基本知识和建立国际视野 并提升他们作为大学生应有的素质 以助他们将来从事健康管理或行政领域的工作 以及在学术或专业发展上更进一步 完成所有课程要求的学生将能直接注册香港护士管理局 并获领注册护士的执业资格 香港大学护理学学士课程 是非常注重护理理论和实践 学生在多方面学习基础理论 以及护理的知识和技巧 然后透过临床实习将最好的护理给予病人 学生在实习中 由具备临床经验的老师和资深护士大教下 由浅入深 在社区和顶尖的教学医院 包括玛丽医院进行各阶段的临床实习 而每位学生在五年的课程中 进行超过1400小时的实习 我们与具有丰富经验的临床和社区伙伴紧密合作 以确保学生拥有高质素 和多元化的实习机会 在实习机构方面 包括社区中心、长者护理中心、门诊诊所 医院各个的专科部门 包括内科、外科、骨科、疑科、婦产科、 老人科、精神科、急症室和手术室等等 除此之外,学生更有机会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以及香港第一间大学医院 通过访校人体功能、生理反应的模拟性恋病人和婴儿 配合先进的电脑设备 老师可以预设模拟病人的情景 让学生可以按照模拟病人的临床症状进行适当的护理 模拟病人也会因应学生的表现而作出反应 让学生可以掌握到护理的技巧 提升学生的推理能力和自信 透过这些模拟练习后的讨论和解说 可以加强学生的批判思考 护理决策、团队沟通、合作技巧 我们深信透过先进和创新的护理教育 能够拓展护士学生在实践方面的领域 而且可以锻炼到他们的护理技能 提升服务质素 为社会培训优秀的护理人才 我是香港大学护理学院的毕业生 想起在读书的期间 最令我印象难忘的科目 就是香港大学独有的Patient Care Project 这个Project令到我有机会 可以和医科、药剂和中医的同学 一起互相学习 认识对方的专业观点 令我们明白到什么是全人护理 最重要的是这个Project令到我可以体验到 在一个医疗团队里面 互相接纳、互相尊重的精神是很重要的 香港大学和国际顶尖学府的护理学院 在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方面 紧密联谈 香港大学护理学学士课程 任为同学提供不同的国际交流机会 包括参加在海外顶尖学府 例如University for Pennsylvania Kate Western University 举行的海外交流学习计划 透过国际交流的机会 从现在的同学 作为未来护理领袖的国际视野 得到不同国家 护理系统的宝贵经验 很感谢香港大学护理学院 给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我去美国一家这么出名的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去交流 当地的Nursing School 就是全球第一 在短短的交流学习活动里面 我们除了体验一个美国的学生 是怎样生活之外 我们也去参观了 当地美国的先进医疗设备 也都体验了 在一个美国那么多元化的社会里面 是怎样提供一个很包容的护理服务 是一个很好的服务质素 我们也都在这个过程里面 旷阔了我们很多眼界 增进我们视野 我们香港大学护理学院 是潔力为科研的作出公园 我们在香港的地区里面 我们的学术成就是领先 在香港大学教育自助委员会 过去的审评连续两届 分别是2006和2014 我们的学术水平是最好的 部分的研究成果 更加达到领导国际的标准 同时我们香港大学护理学院 也会和国外以及国内的顶尖大学 作出近密的研究合作 很希望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学术研究 分享给我们每个学生 在教学和研究之外 学院更积极服务社会 透过知识交流活动 将专业的护理知识 转化为改善健康的行动 让社会各界都能从中受益 我很荣幸可以在护理学学士 课程员结前一年 受读M.Public Health Interculated Program 公共卫生碩士课程 将我在护理学院学到的 医疗知识和临床活理技巧 提升到另外一个新的领域 另外一方面 这个课程可以让我 由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 去了解不同的医疗体制 和分析不同的医疗问题 除此之外 我们也学了不同的研究 和数据分析方法 对我将来有机会从事教学 又或者研究的工作 有莫大的帮助 我很兴奋可以参加 Undergraduate Research Fellowship Program 带大家加深我对Research的认识 除了是课堂和课本 已学到有关Research的理论案 我亦有机会做Data Collection Intervention 做Data Analysis 和社研究报告 这些经验 对我的升学和就业 都非常有帮助 我盼望将来有更多的机会 参与护理研究 从而改善护理措施 和提升病人的生活质素 随着社会人口老化 医疗系统的需求 很多人都喜欢投身护理行业 不经不觉 我们有很多的毕业生 亦都晋升为资深护士 病房经理 行政经理 又或者从事教学 或者科研的工作 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服务大众 很多人都说护士的工作有意义 其实工作是不会令人的生命有意义的 而是人的生命令护士的工作有意义 我是港大护理学院2001年的毕业生 毕业之后 我曾经在医院管理局和私家医院任职 其间做过有关临床和一些培训教学的工作 除了工作之外 我亦都不断进修 包括受读了护理专科和护理碩士课程 这样就可以提升和装备好我自己 在2012年 我真的很开心能够回到我的母校 港大成为一位护士老师 我真的很相信作为一个护士 一定要有独立思考 专业判断 并且要有用爱心去照顾我们的病人 可能我在这里毕业 自己都不其然会有一份使命感 真是很希望 将自己学到的专业知识 和狐狸经验 和我的学生分享 更加希望可以和其他老师 一起去孕育出新一代有知识 爱心 热成 和有使命感的护士 现在在医院管理局总部的工作 主要是负责协助筹划 和推行一些公司医疗协助的计划 这些计划主要目的 来到病人是有多些选择 提高他们接受医疗服务的便知度 和协助医管局去管理一项增加的需求 香港大学护理学院护理课程是很全面的 除了涵盖一些专业知识之外 亦都令到学生可以接触到 这个医疗系统和不同的医疗服务层面 例如公共卫生 基层医疗服务 公营的医疗服务 和私营的医疗服务等等 亦都去训练了学生的批判性思考 这个是为了他们将来的专业发展 和个人发展 打好良好的基础 我觉得狐狸在一项充满挑战性 和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除了需要很多的爱心之外 亦都需要灵巧的双手 和深厚而广阔的专业知识 我在香港大学护理学院的学习生涯里面 令我建立了信心和能力 去啟发了我批判的思维 分析管理的能力 和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 在这里学到的知识 成为了我宝贵的财产 这件事是永远都没人拿走的 港大是享誉全球的世界级学府 拥有完善的配套设备 更加有历史悠久的医学院作后盾 在港大独狐狸是我的不宜之船 我学学大在这里独狸性的原因 是因为香港大学提供了很多 跨学系的学习机会给我们 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和医科 中医、日制等等不同的学生一起合作 一起学习 另外香港大学也提供了很多 国际的交流机会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扩阔国际视野 我选择在香港医学院 原因是香港医学院非常注重 多余文化和共用 给了我很多机会去发展不同的才能 投入各种国际交流活动 在大学读书 除了为了大学学位之外 更加重要就是 当然是丰富自己的人生经验 所以在课余的时候 我都会很积极地参加大学的体育活动 入了大学之后 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学习 射箭这种那么新穎的运动 而且在香港大学 都会提供一个很完善的体育场所 以及一些设备是让我去学习和训练的 作为一个护士学生 我都会很荣幸可以在香港大学 找到自己喜欢的兴趣和异性 同时也都非常享受在这里读书的机会 香港大学拥有多个设备完善的体育场地 让学生可以在课源时间 参加不同的运动项目 更加可以认识不同学科的同学 曲棍球运动在这么多种运动里面是我最喜欢的 曲棍球运动讲求团队合作精神 队员透过日常的训练从而建立默契 在比赛期间互相传球、补位 我相信这种团队合作的精神 是可以应用在读书和未来的医院工作环境之上 令到我可以和不同的背景人士合作 将学到的护理知识也用出来 为整个医疗团队作出贡献 我出生自一个贫困的家庭 自小以来 对入读香港大学都只是一个奢望 非常感谢家人的支持和体谅 还有香港大学给我的学习机会 令我达成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的梦想 由于我是来自基层家庭 所以获得了香港大学第一代大学生作学金 鼓励我能够积极参与课堂以外的 体验式学习活动 亦都可以扩复我的视野 啟发我的创新思维 但为了不想增加家人的负担 我仍然都要在课余的时间 找不同的兼职 去维持自己的生活所需和开支 要得有一段时间 我需要一方面应付繁重的学业 另一方面也都要在放学的期间 去兼职直至到晚上十点 回到宿舍之后 都真是根皮力尽四肢无力 根本是没有精神去打开一本书 那段日子很感谢同学、老师和教授 一直默默支持和鼓励 令我可以顺利完成所有的课程 为什么会选读护理系课程? 坦白说 起初对护理的工作真的不是那么热冲 只是希望可以透过大学的教育 收读一些比较专业的课程 从而去帮助我和家人可以脱离贫穷 透过这几年的全人护理教育下 亦都加强了我对护理行业的了解 更加原谅了我对护理的热习 特别是在二年级的时候 有十个星期的医院实习 现在我亦都获得了不少宝贵的临床经验 领悟到原来幸福真的不是必然 世界上有很多人比我更加不幸 而他们就是正正需要我们的护理和关怀 现在回想这四年的大学生涯 都真是力尽辛酸 所走的路虽然被其他同学崎嶇和艰辛 但无疑艰对自己的人生 亦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入读香港大学的护理学院 令我的生命可以得以重新启学 改写了我和家人一生的黄金机会 如果现在要我重新再选过 我仍然都会选择香港大学护理学系 香港人民一世忍制 spool型 香港人民一世忍gettable 香港人民一世忍ollo住世忍